同样绑着高马尾 在罚警戒户下走下车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遭羁押两个多月以来 第六度被提讯 除了她之外 神庆经也现身求车道 一发现媒体立刻撇头躲避镜头 神庆经严压抗告失败 七号之所以遭六度提讯 很有可能跟前一天的蔡壁如 有很大关系 不只周刊曾爆料 朱雅虎曾传讯息给当时担任市长的柯文哲 表示主席沈庆经会处理避如节的薪水 另外还有议员爆料的这封手谕 手谕收件人林周明 上头写到金华城陈情人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长拜会 底下署名避如两个字 当初议员质疑 是不是代表蔡姐聚重协调 帮助提高容积率 昨天蔡壁如被约谈 也是针对手谕的问题 但蔡壁如她的回复 也不否认有手谕的事情 金华城不管是392到560 或者是560到840 其实内容疑云重重 我还是要呼吁蔡姐 记得要坦白重宽 民众党前秘书长张哲阳 六号首度以证人身份约谈到案 和蔡壁如负讯五小时后双双请回 手谕和金流背后 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着简连交叉比对证词 真相即将揭晓 3D新闻 杨欣宇 陈宇翔 SNG小组 台北报道